Hello大家,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講講泛民議員 延任的問題 民調在前天出了 開了記者招待會 鍾庭耀說了 支持和反對泛民議員 延任都過不了半數 之前說了他們會作出政治決定 政治決定就是十五個民主黨的泛民議員 決定留任 我們早就說了,又中了 你也中了 其實我講回我們威水版 是,威水版 第一次你講做民調的時候 我很記得你說有六個選項 如果有六個選項的話 即是他想留任,所以是你先講的 如果不是兩個選項就可以了 脫歐了,留歐 所以不要說這次不是我中 是你先講的 之後我就說 大家都想他們延任 因為爺爺想過連任 他自己也想延任 是眾望所歸 眾望所歸 他們都宣佈連任 延任 但是同一時間 第一就是朱開力動、陳志全 不會跟隨,不會追 現在多了一個 多了陳淑莊 他也不會連任 甚至是退出為公民黨 也都說 由現在開始 即是退出政壇 之後也不會在明年的立法會中 參選 那麼陳淑莊就退出政壇 我居然是認識陳淑莊的 是的 因為有朋友跟他熟 我朋友叫他做四眼診 因為他沒有做議員的時候 已經認識陳淑莊 所以我跟他認識過幾次朋友 選港者的時候失去了 我不知道 選港者認識他的 我應該是另外一個朋友 選港者認識他的 是的 那個不是一個朋友 是一個 不是一個朋友 認識的人 有錢 大家都認識 但是呢 他退出政壇 有兩樣東西 是很curious的 嗯 應該是很curious 應該是這樣說的 應該是一個 應用詞 因為呢 第一樣就是 遮止我八怪而已 純粹 第一個就是 他跟國安法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呢 當有了國安法之後 毫無疑問呢 參政就一樣 變成了一個 非常之高危的活動 嗯 嗯 反對派了 當然 沒錯 嗯 第二呢 就是 究竟他還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呢 他應該 雖然有一個大律師 但只可以等於一個 他被踩皮 紳士的名牌 他應該沒什麼 怎麼打 他應該沒什麼做的事 嗯 所以他應該是很早 就已經是投身政治 嗯 就是 好什麼 那究竟他做不可以 因為今時今日做大律師呢 不是好像 二十年前的時候 那麼好做 或者三十年前的時候 那麼好做的 那麼現在做大律師 其實很難賺錢的 那麼我也很關心他呢 究竟能不能賺錢 嗯 以他的名氣 那麼 之後那五六年都大話 那些官司打的 拉整很多人 一直拉下去 嗯 因為阿爺呢 準備呢 你看得出呢 或者就是向阿爺 不要說得好像這麼黑暗 阿爺他們 香港政府 嗯 準備切 發援 是 那麼如果切了發援 我想那些人未必請你給他打 因為那時候其實呢 就是有一條 是有一條生產鏈 是 首先生產了那些暴徒出來 那些暴徒當然是有些是他們自己人 就被拉 有些就是一些 那些叫做是炮灰 然後呢 他們就申請發援 是 其實申請發援的過程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他們都很知道這些規矩 因為他們是有人 所以 什麼 然後就專門選民主派的律師 專門這樣 去賺發援的錢 這麼賺錢 一直都有一條這樣的鏈 但是現在他們想切斷 一條鏈 因為每年都花了幾十億 在這方面 就在那些主要是民主派的律師 所以民主派就特別喜歡做這件事情 但是阿爺就很想切斷這一條 不是 不要說阿爺 香港政府 你先改了這個口 香港政府 是 OK 或者是祖閣 不是 是有一個 上下之分的 那個不是阿爺 阿爺之下 而在我們之上 那個叫慈母 OK 慈母就 應該都是他們 或者是慈母的手下 那些 就很想切斷法援的 切斷少一點 不可以沒有的 好像是 法律援助也不只是關於政治事 很多時候都要做 是 總之切斷了這些狀況 因為只是一個 好像長江福日王都花了 不知多少錢 其實好像花了 好像花了過億 差不多 這些數字 一個人已經花了很多公帑 錢當然就進了一些 民主派的 律師 大律師 就是他這個袋 那麼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也都很歡迎 泛民議員 就 言任 覺得他們是 這個承擔了的 憲勢責任 也都維持了憲勢責任 那就不會令到議會有 運作受損 那麼 那麼梁美芬也都覺得 大家好 這件事 就是大家 你們都找到一個 適合的 借口的 言任 對 就算是梁振英都歡迎 梁振英都說 他們第一次 很歡迎民主派議員 第一次是支持 爺的決定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看了梁振英的Facebook 就是 對了 梁振英是一個 很成功的KOL 是啊 其實他是 他那些事情做得很好 不 當然 他最初的時候 看蘋果日報的時候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張主持平那天報道做 的確是 比較做得差一點 但是他都 到最後 我看得出 他 進化了 整個進步 他在做KOL 這方面 就進步神出 是啊 再看看接下來 會不會再進步 是啊 這些事情是有水平了很多 至於 泛民內部 也是因為 今次也有些人 來任 有些人又不follow 大家總決定 起碼有三個 張超雄 就覺得分歧不等於分化的 我們還是一個團結的 一個泛民組織 希望在 未來的一年 或者之後的選舉 更加發揮 積極的作用 就是這樣 其實你覺得這樣 延任 算不算是 一個修編成功呢?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個問題 就是 罵都很重要 你看到討論區 在Facebook 很多地方 罵這班留任的 議員 又說他們捐富浪底 又說他們 又說他們 就明白了 這個是很成功 如果你要去用一個 比較確實的 的形容詞 他們是很成功的統戰 但不是很成功 不算很成功的修編 因為修編 你已經是投行 才是修編 當然有些可能是修編了 有很少數 但我不相信 他們修編了 有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們是修編了 因為修編了 就是你靜雞雞 已經投降了 才修編了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統戰 因為我早前跟你聊天 我們做節目聊天 你都說 其實到最後是數選票 很多時候都要數選票 延任了一年之後 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都會照舉行9月 其實今次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選票的分佈 開始有些變化 起碼不會出現之前 區議會 就是區議會 那是很極端的情況 但是不計區議會 其實是所謂 六四黃金比例 如果今次他們 因為他們去延任 民調都知道 一半人要求他們不延任 那一半人 不會繼續陷入投票 另計 通常都要的 但是問題是 只會走些票 會不會一年後 真的說選票 建制會有機會呈現呢? 或者做了五五波呢? 第一 我就傾向於回到六四 或者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你會令到很多人 已經問 或者有些人不投票 是 所以你應該是回到基本盤 本來你贏了 回到基本盤 或者是什麼 有三十幾萬人走了 是 未走 但是 但是 根據 我聽到 不知道誰人跟我說 梁振英 竟然是悲觀到 數了 這個不好 就是私下跟別人說 還是三七的 是 但是呢 我就覺得 現在大家呢 整個選情呢 就是因為上一次 區議會 是舔得太厲害了 所以大家現在 如果你再有人敢走六四 而真的 你舔了三七的話呢 那個人呢 就全部人河地 嗯 所以呢 現在建制派呢 其實建制派 我覺得之前 如果照選的話 我也覺得是六四的 嗯 但是呢 現在建制派就是因為 上次舔得太厲害 現在每一個人都很保守 每一個人都不敢選 每一個人都害怕 你見他們很保守的 你見他們無論是言論 經過區議會 他們都很小心保守的 是 其實所以呢 但是當然是會失非的 嗯 因為現在 建制派 真正是有機會選到 最好的就是 反而 梁君堯 嗯 何君堯 何君堯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建制派 所以民建聯是會跌非的 所以民建聯作為最大黨 因為民建聯的人 這個是李慧琴的責任 嗯 這個時候走出來 你是應該要極難 才能控制派 嗯 他們現在全部都縮頭歸 因為他們怕得罪黃絲 黃絲 黃絲無論如何都不投你票分 現在 你又是基本的 就是這個李慧琴是責無旁貸 他們所有事情都歸縮 不敢走出來 所以這個 因為他們的政策錯誤 現在應該絕對可以走回六四 如果你一直這樣拉來 你夠膽做極難 你心難你可以走到五五的 現在就是 就是跟著那條路線放 你就覺得他沒有跟著那條路線放 他就想自譜多些 他就想自譜多些 其實現在他們的路線是走錯了 OK 就是說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聽見很多建制派的人都說 為什麼 就是跟我投訴 為什麼李慧琴這麼貴宿 不敢走出來 或者整個民建聯的東西這麼貴宿 你們全部李慧琴、曾鈺成 這是天古罪人 如果做建制派來說 那他也不是貴宿 他現在在現在做節目主持 你知道嗎 我知道的問題就是你太保守 現在應該是你進攻的時候 你反擊的時候 你現在太保守 這兩個人 像李慧琴、曾鈺成這個師徒 在建制派來說 拿著民建聯最大黨 是責無旁態 本身這些人 是完全沒有政治智力的 他們不是聽命令做事嗎 你也有些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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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命令做事 你也有些 你猜真是什麼 你猜真是傀儡嗎 你那個傀儡 我不是說是傀儡 你也要給個意見 我認為是怎樣 老闆會問你 你什麼意見 你怎麼看 你想怎麼做 那你就說了意見出來 老闆不說 老闆也想聽聽你 扮民主 難道老闆自己想了什麼 都想聽聽下面這些 會不會是分幾條戰線呢 激進的我們就找一下 何君堯 不是 因為你是第一大黨來的 你一定要拿走大量的 如果你是梁美芬 謝偉俊 何君堯 那些 你可以大家走不同的角度 各有各做 但是你民建聯 你一定要走那條線 民建聯現在 你是完全抓不到 難怪你上一次會輸 因為你自己做了太戲 你自己本身是沒有這樣的判斷力 現在這個判斷就是 今時今日 黃的不會投回你的 你不要想著走黃的線 你只是 你記住 他們是連基本的智力都沒有 所以我才說 全類都是投那邊而已 不是 他們會不投 所以你們呢 政治學的第一關就是 當形勢有利的時候 要吃著想 當形勢有利的時候 你就用大愛 形勢不利的時候 你就要沽基本盤 這個是基本知識 你這樣好心 你辭了主席 你完全懂得答案 不要緊 李慧琴就算辭了主席 都沒有用的 因為其他人都不懂 因為他整班人是 廢物來的 就是你叫我講的話 李慧琴如果辭職就是張國軍上 張國軍行不行 會不會去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根本上 完全沒有一個政治的判斷力 判斷力就是 你一定要拿著你最基本力 現在你是反攻的時候 因為你是 你想想香港政府在做什麼 在抓所有人 你其實就要打到 那些人不敢投票 你現在講的問題是 正如香港政府 你現在不斷地抓人 你作為香港第一大黨的民建聯 應該更加 跟你說是極男 你應該是要極男 因為你那裡 你如果不玩極男的話 你現在要撐回大家 就是說 你把淺男給他深男 把黃給他男 你一定要極男 把社會上 變成清一色的男人意見 嗯 但是工聯會也是 跟他們做同一件事 我也不覺得工聯會很積極 那就是笨 大家想著 因為他們怕 如果你在去年這個時候 你被風頭火石是對的 現在你走出來就要深男 現在深男才有抓的 現在要是深男 要是深男 要是深王 但深王你不敢走出來 你淺王 你還淺王 淺王 大哥 你知道要想一件事 蕭陽元就是淺王 劉細良就是淺王 都變成深王 是 因為大家知道市場在哪裡 明白嗎 他們本來是淺王 其實都變成深王 你現在是深男才有抓的 你做淺男 你怎麼可以做 你是完全失非 如果你是完全對的 再拉多一年的話 再拉到明年九月 你看 你是開打五五的 是 因為對方走了 但是你一直要 你要converge 那個市 社會的意見 就是希特拉 你要是 這樣做 希特拉 拉起來 不行打都行 你已經是剛剛過了半數 希特拉 剛剛過了半數 都到最後就打了七八成 你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走回來 他們基本上都沒有 你怎麼做政治 一群蠢 蠢蠢蠢蠢 pastor 差不多了 今天也挺有趣的 穿了黃衫 在說這些 還有黑衣 黑底 說很有 dere 我全藍不用說了 那先講到這麼多 我們只會看到 frontline 情勢發展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新聞專題 我們明天找另外一個話題再聊天 最後祝大家國慶快樂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